一个月一千块钱你就可以帮助这些小朋友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上学 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用这样子的金额呢 让他们可以就是像所有正常的小朋友一样 去正常的学校去正常的念书 持续关怀新移民的赛珍珠基金会 今年发起新春围炉木款 爱心大使曹兰也到场代言 该会邀请民众发挥爱心响应活动 让新移民家庭在台湾也可以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温馨气氛 赛珍珠基金会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就好像WTO姐妹会它是一个家庭 所有的姐妹或者是这些新移民的男生们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可能分享他们的生活上的喜怒哀乐 还有各式各样的经验 那我们赛珍珠基金会也是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已经来台13年的新移民妈妈为言 在现场述说受到赛珍珠基金会长年的帮助 我先生有他患得了口腔癌 所以经过孩子学校的管道 我接触到赛珍珠基金会 他们不管是说我们家庭啊 经济的方面啊 都有人养人来去每个月这样帮助 董事长游英夫最后也将活把传给维炎 维炎再传给曹兰 象征爱心可以像活把一般源源不绝的传下去 台湾洗贸记者郭更如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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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